二娃的爸爸一听儿子这么说 看着沈青兰和傅恒义的眼神里 顿时充满了不好意思 对儿子轻斥道 二娃满脸委屈 傅恒义温声开口 是我和妻子让二娃带着我们来的 我跟妻子从小生活在城里 没有见过稻谷 才打算来看看 没有给你们造成麻烦吗 二娃的父亲许昌是个老实人 见到傅恒义说话这么客气 脸上露出憨实的笑意 这有什么呢吗 你们想看就看呗 就是啊这地里脏 你们走路的时候 当心这一点衣服 依着他看 这两人身上的衣服都挺贵的 弄脏了很可惜 见许昌放下镰刀 打算陪他们 沈青兰开口 你们忙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你们不需要管我们 许昌看了一眼 傅恒义和沈青兰 见他们说的不是客气话 也没有客气 拿起镰刀继续收割稻子 许昌的大儿子 虽然一直没有说话 但是却冲着他们笑了笑 弯腰干起活来 也是很利索 沈青兰正在一边观察着他们 许大哥 现在都已经有自动收割的机器了 你们怎么还要动手收割呀 看了一会儿 沈青兰开口 许昌文言 将手里的一把稻谷 整齐地放在一起 那机器太贵了 镇子上总共就那么几亩地 家家户户都自己割了 要是买来这么一个大家伙 花钱不说 也没有地方放 还不如自己割了划算呢 说话的功夫 许昌已经再一次割好了一把稻谷 干活十分利索 你们一年都种几次稻谷 现在都是种两次 除了留下自己家里吃的 剩下的都买了 这以前呢 在旅游还没有搞起来之前 我们这里都是靠地吃饭的 现在是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都不愿意下地干活的 所以 也是有一家人呢 一年只种一次 不瞒你们说 现在这土地呀 金贵的 之前还有人来我们这里啊 想要将这些地买下来 盖房子用 那给的钱老多了 那你们怎么不同意呢 有了钱 你们就可以去城里买一套房子 住在城里呢 总比住在这里方便 孩子上学 学校也好呀 沈青岚难得起了聊天的兴致 蹲下来跟许昌聊天 许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你以为镇上的人不想卖呀 是几位老人不同意 这几位老人呢 都是镇上的老祖宗啊 德高往重 几个人意见统一 其他人也没办法 有几个人呢 倒是想偷偷卖了 但是他们面积小 人家开发商 看不上 说到这里 许昌压低了声音 其实我也不同意买田地 这些田地啊 那都是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现在好多的地 都被拿去盖了房子 种粮食的地 是越来越少了 要是咱们不给子孙后代留点 以后他们可咋办 吃啥 喝啥呀 而且我种了一辈子的地了 对这些土地 那倒是有感情了 这真是舍不得卖呀 我还跟我大儿子说了 以后就算是我死了 这些地也不能卖 但是我看镇上其他人呢 就不是这么想咯 那个开发商 来找过他们很多次 每次价钱呢 都比上一次要高 再来几次啊 我看就算几位老祖宗拦着 怕是也拦不了多久了 许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满是周文的脸上 全是愁容 许昌的大儿子 听到这话 抬起头来 爸 你说这些干什么 不说了 你们自己呀 在这附近走走 这里的景色 是你们城里看不到的 别的不说 这里的空气 是真的很不错 沈青兰和傅恒义起身 跟许昌打了一声招呼 就离开了 二娃是个贪玩的 现在早已不知道 跑去哪里去了 沈青兰和傅恒义 走在田梗上 傅恒义 见他一脸的若有所思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刚刚许大哥的话 你觉得 这里的地理环境 怎么样呢 傅恒义顿时明白了 他的意思 开口 这里如果不是因为交通不方便 恐怕现在 早已经是个旅游发展的重镇了 对傅恒义的这话 沈青兰很是赞同 这里距离京城很近 才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因为前两年 在这里发现了两个天然温泉 所以这里的旅游行业 才渐渐发展了起来 但是却依旧停留在起步阶段 除了因为温泉而兴起的民宿 这里的经济 其实相对来说 还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水平 你看这里 四面都是田地 而镇上的人呢 其实很少 年轻人都出去外面打工去了 留下来的 都是一些老人呀 孩子呀 我在想 要是这里建成农场 发展农家乐 是不是会好很多呢 毕竟这里的建筑 其实很有特色 要是被开发商 买下来全部拿来盖楼 确实很可惜 想涉足这块 嗯 没有 只是想到这个主意 我哥的公司 也涉足了房地产 但是这一块 却没有尝试过 我想改天 可以跟我哥商量一下 你要是想自己干呢 我们的资金也是够的 他在魅瑟 和盛轩的分红 也足够了 盛青岚微微一笑 我对这些 没有兴趣 只是刚刚听说了那番话 突然来了一个主意而已 如果我哥有兴趣 倒是可以试试 我觉得呀 这个项目不错 既不会破坏这里的环境 也可以发展这边的经济 等我们回去了 更轻易 而这段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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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男人吆喝的声音 叔叔阿姨 已经开始了 咱们快过去吧 二娃有点迫不及待 她的手里 还拿着一个消水桶 这是出门前 许大姐给她的 沈青兰和傅恒义 朝着人比较少的 那个鱼塘走去 走过去才发现 不是这个鱼塘人比较少 而是因为 这个鱼塘里的水 已经抽干了 大鱼已经被捞起来 剩下的 就是一些小鱼小虾 好多半大孩子 都跟二娃一样 贴着一个小水桶 在里面捞鱼呢 只不过 他们只敢在 鱼塘边上一点的地方 中间是不敢去的 边上还有大人 时不时地叮嘱几句 虽然说 是被抽干了水 但是 鱼塘的中间 水还是不少 沈青兰目测 半米是有的 加上鱼塘底部的淤泥 恐怕深度还不浅 沈青兰一眼看去 就能看见鱼塘的中央 还有几条 个头不小的漏网之鱼 哎 阿姨你看 是大鱼 二娃抓着沈青兰的 裤腿说道 眼睛惊亮 因为水被抽干 鱼塘边上 散发着浓浓的泥土腥气 混合着鱼腥味 其实 空气里的味道 并不好闻 傅恒一担心 沈青兰闻到这个味道 会不舒服 时不时地 打量他一眼 沈青兰侧头 看了他一眼 我没事 他看着中间的大鱼 也来了兴致 傅恒一 想不想 尝一尝我做的烤鱼 我的烤鱼 做得还是不错的 他的眼睛里 带着一丝小得意 傅恒一 傅恒一 不自觉地点点头 好啊 那我去跟他们买两条回来 沈青兰拉住他 哎 买的鱼有什么意思呀 自己抓的 才是好的 说着 看向鱼塘 傅恒一看了一眼鱼塘 微微皱眉 很快 又舒展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回来 说完 他朝着另外一个 正在抽水的鱼塘走去 阿姨 叔叔干嘛去了 去给我抓鱼去了 没一会儿 傅恒一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套防水服 将手机手表等等东西 交给了沈青兰 傅恒一换好衣服 就下了鱼塘 他直接掠过了鱼塘边上的 小鱼小虾 朝着鱼塘中央走去 姑娘啊 这是你男人吧 旁边一位大妈 看到了傅恒一 跟沈青兰说 沈青兰点点头 姑娘 跟你男人说 这鱼塘中间深得很 不要过去 要是想吃鱼啊 直接买就是 今天的鱼 很便宜的 大娘 没事 她不会往鱼塘中央去的 沈青兰淡淡开口 脸上 没有丝毫担心的表情 大妈见沈青兰不着急 也就不再开口说话了 摇摇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